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的每次互动都是只恒越做越好的动力 有首歌词唱得好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生儿养女一辈子 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每个人都会变老 即便你拼命保养自己的容颜 依旧无法阻拦年龄增长的脚步 当你慢慢变老的时候 你是否想过当你老了 靠谁来养老 在传统的思维模式里 养儿养女能防老 可是现实很残酷 子女再好 还得看他们的经济条件如何 女婿和媳妇的态度如何 孝顺是需要花时间和金钱的 并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有的父母一直认为养老还得靠自己 因此他们在中年时候 就积极准备好了养老需要钱 房子退休金等 努力存钱 养老不靠子女的父母 多半是以下这几种心态 一 儿孙自有儿孙福的心态 两代人各过各的 有的父母 认为成年的子女 不应该和自己一起住 也不能再向自己要钱了 逼着子女独立成长 才是最好的选择 前天下午 我看到小区的刘大爷 一直愁眉苦脸 我问他 怎么不高兴呢 遇到什么事情了 刘大爷说 哎 家里出了一个败家子 我怎么能够高兴起来啊 原来这几天 刘大爷一直逼着儿子搬出去住 但是儿子不愿意 儿子认为 家里只有一套房子 自己没有理由搬出去 刘大爷却固执地认为 儿子长大了 没有理由不奋斗 赖在父母家不走 再说了 儿子也结婚了 凭什么在父母家里 吃吃喝喝 说到底 刘大爷心疼自己的钱 一家五口的生活开销 一个月就四五千 要是连续几年都这样 刘大爷的存款都会花光 逼着子女独立成长 一方面可以减少父母的开支 一方面可以让子女更有出息 这样的父母应该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每一代人都要过得好好的 不要过分依赖上一代人 二 有钱就有底气的心态 老了不需要看子女的脸色 一个家庭 百分之八十的矛盾 都来源于缺钱 如果父母很穷 需要子女每个月负担生活费 那么晚年生活不会好过 还有的老人养老的时候 总是看子女的脸色 还常常被媳妇数落 有的媳妇喜欢放狠话 要是公公婆婆不帮忙带孩子 我就不会给他们养老 作为公公婆婆 带孩子是小事 还要管着孩子们的生活开支 甚至还要帮孩子交学费 这样的亏本买卖 估计很多公公婆婆都不愿意做 努力存钱的老人 往往是抱着 有钱就是底气的心态 只要自己有退休金 存款 房子 就敢和媳妇对怂 哪怕儿子媳妇和自己断交了 也不怕 大不了把钱花了 把房子卖了 自己助养老院 事实上 有钱的老人 子女还会主动巴结他们 希望能够得到父母 在经济上的帮助 三 自私自利的心态 对子女不闻不问 对自己非常好 有的父母 在子女读书的时候 就显得非常小气 不愿意花很多钱 给子女读书 如果子女要上辅导班 特长班 父母就有一万个不愿意 有的父母存在重男轻女思想 不会让女儿多读书 认为女儿长大了 要外嫁 在娘家花钱太多 就是一件亏本的事情 父母和子女之间 画清界限是应该 但是界限画得太清楚 家庭关系就淡化了 父母和子女之间 一个月都没有一次电话联系 更不要说经济来往了 今年62岁的老张 这几年一直在外面旅游 陆陆续续花了几十万 老张养了两个女儿 都远嫁到外地去了 老张认为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根本就不要管 老张的小女儿在城里买了房 老张也不愿意出一分钱 连借钱也不愿意 子女向父母借钱 多半是有借无还 当然老张的做法也太自私了 对女儿的态度过分苛刻了 要是她把钱花光了 以后还能靠谁 亲戚朋友都为她捏了一把汗 老人需要有自私的想法 但是不能过分自私 如果老人有非常自私的想法 应该反思自己 及时改正 四 为子女减负的心态 不给子女添麻烦 有的人年过半百 还在为自己的养老钱发愁 还在到处打工 以前奋斗了很多年 把钱都给了子女 或者自己买房买车 以后她还是靠自己 不给子女添负担 我们单位的门卫老李 今年62岁了 也有一份退休金 但是她并没有让自己闲着 老张常常说 我努力存钱 我也不靠子女 但是我想帮助子女 努力每个月可以存2000多元 这些钱她没有打算给自己花 而是担心子女创业失败 失业 她在为子女留后路 和努力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58岁的蒋阿姨 她说我生活在一个四线小城市里 这里不像大城市那么发达 生活节奏很慢 可以让人过着安逸无忧的生活 很适合养老 在我三四十岁的时候 我就发现 菜市场有很多卖菜的老人 每当去买菜时 看到他们一把年纪 还要日夜守着摊位赚生活费 我就觉得心酸 特别有些老人 连摊位都没有 自己去批发市场 进些菜来卖 他们大多衣着朴素 推着三轮车 或者挑着担子 有些甚至已经白发苍苍 勾搂着腰 看样子都有七八十岁了 本来应该是安享天年的年纪 竟然为了赚几块钱 而奔波劳累 想想背后的原因 肯定是子女不孝 或者是没有能力 为他们养老 我不希望自己老的时候 也像他们一样 所以我在青年时期 就努力工作 理智消费 自己赚的钱一分为三 一份用于家庭开支 一份用于儿女教育 还有一份 存着给自己养老 多年过去 儿女已经成家立业 我给自己存的养老钱 也积少成多 手里有几十万的养老储备金 得益于我从青年时期 就对养老有规划 我退休之后的退休金 虽然不高 但是之前存下的养老钱 却让我过上了 衣食无忧的生活 如今我经济自由 不需要儿女养我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我还能帮到儿女不少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生活条件好 儿女压力小 我的晚年生活 也感觉更加幸福 俗话说 父母对子女的爱 是最纯粹的 最无私的 如果年迈的父母 还想方设法 帮助子女 子女就应该 懂得感恩 虽然父母 不需要你管 但是你应该 多问候父母 多花时间陪伴父母 不要让父母 寒心了 看过一句谚语 你不同情 跌倒在地上的老人 在你跌倒时 也没有人来辅助 每个人都有 变老的时候 都应该考虑 自己的养老问题 靠谁不如靠自己 这句话 说得很豪气 但是父母和子女 是一家人 应该互相依靠 一家人 互帮互助 才会越来越兴旺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 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 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